我 我 你 你 不是刚吃完饺子吗 那饺子又不好吃 我基本上什么都没吃 你小眼睛 你这样别能听的 对 有脸 谢谢啊 没事 谢谢 刚刚那女孩子 那个陶嘉玲的女朋友 她好假哦 她说她是什么 拿着澳美的提供 我跟你讲打死我都不行 就是 拿着这么好的提供 还能陪着男朋友 前几天要来这边陪主 就是啊 是我才不愿意嘛 再说了她刚刚研究生毕业 就拿澳美的提供 他们两个来这住多久 谁知道他们住多久 新小姐 你去看看她吧 我们去办出院手续 好 你躺在那一动不动 那个心跳 滴就变成一条直线了 然后赫莱要给你用药 医生不让 我就找了一把手术刀 我就顶在自己脖子上 你们统统不许动 如果你有一件贵重的东西 想要交给一个人保管 你通常会选一个 有责任心的人 那会让你觉得安心 而我们爱一个人 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对方 怪不得有人说 爱情就是责任 因为我们的心是如此脆弱 如果看不到那份担当 那份责任 我们也许根本就不敢去爱 没什么 让我跟老师 我最许可爱 你以为这事 不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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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 但不会就喜欢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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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可以 että车弱你 伯仲的消息 但却听闻了不少 赵燕公主的事情 她似乎并不太喜欢贺兰 她一直属于你 成为下一个旅行 所以我忽然就明白 或许我根本就不用 去找伯仲 她自己就会来找我 千花小姐 祭祀大人 打扰你 原来你会说话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说的不说 在下岳伯仲 昭炎公主的使者